大家好啊 大家知道我前天中午就到达了目的地 经过这两天晚上的勘察 走遍了这个城市大大小小的好多个夜市 发现最后符合我的诉求的只有两个夜市 一个是在免费的景区里面的小世界 还有一个是工业园附近新开的一个夜市 我觉得上次肯定是选择在景区里面摆烫会更好 但是因为我以前的屋点 景区那边可能会因为疑问压力而拒绝我 当我正在纠结是否等待景区给答复的时候 突然有个小姐姐失信解我燃眉之急 所以现在精明果子的摊子已经滋扔起来了 打算现在小姐姐的店里节约成本先过度一段时间 等待景区那边给答复再做下一步打算 通过这次的事情也让我明白了 我应该在出发之前就找个先行官去打探好 本地的消息和夜市文化 下次我会做得更好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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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